已在雪域高原传承3000多年的藏衣藏药 因其秘质而知名 近年来民众养生意识提升 藏药逐渐走敲 曼巴扎仓在藏语里是医学院的意思 在甘肃夏和县 民众排队锁购藏药 就出于拉布棱斯六大学院之一的曼巴扎仓 近日记者探访了位于甘肃甘南的夏和县藏医院 1979年夏和县藏医院成立 官方特聘了拉布棱斯曼巴扎仓高僧 为首任院长 由此该院的服务理念 临床用药方剂 药材采集加工 配方剂量剂型 均承袭正统的拉布棱斯曼巴扎仓 我们的这个就是张药的这个传承的主要是 从拉布棱斯院的曼巴扎仓开始 然后它里面我们这个医院的张药方 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我们这个从张药的 唐纪 三纪 丸纪 什么机型都有 大概有三百多个群种 主要是把这个我们 藏医的四部疑点里面的一些精髓的部分 就是特色比较明显吧 整个在整个脏期来说 我们这个传承是比较 什么比较比较比较贵的吧 算是啊 是这个 记者在取药窗口看到 一瓶脏药截掰完 标价五块八 有病人开了一个月的药量 也不过五六十元 非常便宜 像我们藏医院的 像我们私院的可能也便宜 我们整个我们医院的药非常便宜的 比如说你想一天你吃 早上中午晚上一天三顿都有药吃的话 一个月大概就是个五十六十块左右吧 平常的药 在直击市里 每一道工序有单独的工作间 大部分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手工流程 少部分靠设备批量生产 脏药育 埃灸等诊疗室床位爆满 预约病人最多时超过两百多位 它讲究的是 就是生长的 海拔的高度呀 它是比如说银山嘛 还是在羊山上生长的 挖根的根部的一些 药材弄的话是 在哪个地方采取哪个地方的 用哪个地方的水 流水 河流吧 洗 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 凉水 现任院长桑老介绍 脏医药经过千年传承 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检验历程 而脏医药走出寺院 彰显了脏文化的吸引力和开放性 脏医药体系在不断交流中 也在不断完善 脏药产品正不断地从脏区走向内地 走向世界 找一个空洞来 正你能不能再建议 我给你 床 你能不能再建议 反正的 你能不能再建议